公元前278年 秦国大将白起再次出兵南下攻打楚国 秦楚燕影之战爆发 秦军攻陷了邓城 渡过汉水 之后沿着汉水南下连续攻下楚国的燕影 燕城就是如今湖北汉江相叛的宜城 影都就是如今湖北荆州江陵 燕影这两座大城是楚国的重镇 都做过楚国的国都 影都作为楚国都城的时间最久 已经有400多年 楚国的兴起之地被白起一举拿下 东面最远进攻到安禄一带 秦军占领了整个江汉平原 并且在此地建立南郡 从楚国先祖雄义在丹阳建都算起 到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处 楚国苦心经营的江汉云梦之地 已经有四五百年了 楚国的江汉就相当于秦国的关中 这是楚国的根基所在 燕影之战的失败 让楚国直接少了半条命 除秦乡王逃走之后 将新都城迁到陈 也就是如今河南淮阳 在接下来半个世纪的时间 楚国的重心转移到淮河流域 在著名的税虎帝秦简中 有这样的记载 秦昭相王29年 公安禄 从此开始 一代又一代出生在江汉云梦之地的男人 开始成为秦国的士族 为秦王而战 50年后 也就是公元前226年 秦始皇33岁了 一个男人在他30多岁的时候 智慧追上体力 这是男人一生中最巅峰的状态 秦帝国就是在这个巅峰状态下的年轻人的手中 走向巅峰 在这个时候 韩国赵国已经灭亡了 荆轲刺秦之后 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亡辽东 后来燕王喜迫于秦军的压力杀了太子丹 将他的头献给秦国求和 导致燕国也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这样一来 在六国之中 实际上只剩下楚国和齐国 还有实力与秦国抗衡 那么秦国接下来要先打谁呢 秦王嬴政的计划是 先攻击楚国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楚国的核心区域更靠近秦国 并且当时七国是跟在楚国后面抗秦 主心骨是楚国 所以灭楚自然会成为 接下来秦国的战略目标 楚国地广人多 秦国也不敢掉以轻心 在全面大战之前 秦王嬴政决定先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就在当年 也就是公元前226年 秦国派遣王奔 率领部分兵力 进攻楚国北部 这个王奔的身份可不一般 他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王俭的儿子 当时王俭虽然已经年老 但是依然是秦国的顶梁柱 后来的秦国灭楚的六十万大军 就是由老将王俭率领的 这次灭楚的第一仗就是探探虚实 让王俭的儿子王奔带兵 也非常合适 王奔的这次进攻 带了多少人呢 不得而知 攻击楚国的哪里呢 也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王奔轻而易举 就大破楚军 攻取了十余座城池 第一战的胜利 让秦王嬴政信心倍增 秦楚决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在大举攻楚之前 秦国要消除侧后的隐患 防止楚国与魏国七国合纵抗秦 秦王嬴政决定 还是要把这个任务交给王奔 因为他在前线还没有回来 公元前225年 王奔在班师返回的途中 顺路攻击了魏国 当时的魏国地少兵弱 已经无法和秦军正面较量了 王奔水淹大凉 一举灭掉了魏国 之后挥师东去 宾刺于立夏 这个立夏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 济南到林子的距离也就200来里 王奔的军队抵达立夏 威逼齐国的都城林子 达到震慑天气的目的 王奔的试探心进攻效果不错 秦王嬴政立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灭楚第一战 当时秦国还有很多良将 比如有王俭 李信 蒙武 还有王俭的儿子王奔 蒙武的儿子蒙田 在灭楚的大战中 蒙田还没有为将 灭楚大战 秦王嬴政很纠结 让谁为主将 王俭说 灭楚至少需要60万兵力 不给60万 他拒绝带兵 而李信非常自信 他说给他20万兵力就能灭楚 秦王嬴政也信心满满 他也觉得20万可以 公元前225年 秦王嬴政派遣李信和蒙武 统帅20万大军南征灭楚 秦军兵分两路 李信统帅一路进攻贫瑜 蒙武统领另外一路光达秦 两路人马都取得胜利 之后李信继续南下 攻击楚国的都城寿春 由于楚王提前做了准备 李信在破城之后 战果非常有限 可能只是得到了一座空城 在春秋战果时期 淮河流域还有大片大片的蛮黄之地 称之为淮夷 在自然地理环境上 淮河是中国南北的一大分界线 局升淮南为局 升于淮北为止 两岸的环境条件 差异非常明显 军队的作战形势 也有很大不同 李信攻破寿春之后 没有继续深入淮南 而是掉头向西 过淮河前往城府 准备和蒙武在城府会师 当时楚军发现秦军撤离了树村 楚王决定发起反击 派遣大将向燕 追击秦军 接连追了三天三夜 向燕趁其不备 发起突然袭击 大败秦军 向燕攻陷了两座营雷 击杀七名秦军都尉 李信带着残兵逃回秦国 贫渝 臣 秦 陈富等称池 也都反城归楚 经过这次惨败 秦王嬴政认识到 楚国虽然已经衰弱 但是毕竟地广人多 实力不可小觑 对处作战 还是要依靠老将王俭 秦王嬴政亲自前往王俭的老家 请他领兵出征 王俭坚持要60万大军才肯出征 秦王嬴政满足了王俭的要求 在全国争调60万大军归他指挥 在公元前224年 王俭和蒙武在大梁集结60万大军 准备南下攻打楚国 楚国也征调全国数十万兵力 交给项燕统一指挥 准备迎战秦军 秦楚最后的决战即将爆发 在进攻之前 军中的士卒 一般会趁着这段空闲的时间 给家里写信 在王俭的秦军军营之中 有两兄弟碰了面 商量着给家里也写一封信 这封信由哥哥代彼 哥哥的名字叫做黑夫 弟弟叫做金 这两兄弟来自秦国南郡的安路 是秦军的普通士兵 他们受到秦王的征兆 参加了这场秦楚最后的决战 哥哥黑夫向家里写的这封信 就是这块11号木简 完好无缺 木简长23公分 宽37公分 厚2.5毫米 很薄的 全篇有300字左右 我们看惯了帝王将相眼中的历史与战争 却很少有机会 从一名普通士兵的角度 来窥探一场大战 这封出土于1975年的木简 关联了这场秦国灭楚的大战 书系内容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是 今天是2月19日 黑夫和金再拜询问大哥 母亲的身体还好吧 黑夫和金都挺好的 前段时间黑夫和金一直分开 今天又碰了面 从内容来看 这封信是黑夫和金 写给他们大哥的 大哥叫做钟 紧接着黑夫写出了这次写信的目的 他说 让你家里给黑夫寄点钱 另外夏天要来了 让母亲坐身夏天的衣裳 也一起寄过来 大哥你收到信之后 让母亲去看看安乐的丝布贵不贵 要是便宜的话 一定要买来给我做好衣服 然后跟钱一起寄来 要是丝布比较贵的话 就只寄钱 多寄一点 黑夫在这里买布自己做 黑夫和金很快就要去怀仰打仗了 攻打返程可能需要很久 也不知道会不会受伤 希望母亲寄的钱不要太少了 收到信之后 记得回信 一定要告知黑夫和金给家里挣的爵位下来了没有 要是没有下来 就在回信中告诉我 听大王说 只要什么什么 没有问题吧 这里应该是字迹不清 无法识别 我们接着看 黑夫说 风诀的文书送来的时候 别忘了慈谢他们 信和衣物一定要送到南军 千万别搞错了 替黑夫和金问候一下姑姑和姐姐 还有康乐的孝姐姐 再多帮忙问候一下东士的三姐 让她一定要保重身体 还有去问候一下阴自己 和她商量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能定下来吗 还要替黑夫和金问候一下这些人 最重要的是 金还要问一下 她的新媳妇和愿是否安好 新媳妇要好好照顾老人 不要和他们生气 到这里 黑夫和金两兄弟给老家写的信就结束了 之后秦军从大梁南下攻打陈 陈就是如今河南省周口时的怀仰 秦军一举攻下了陈 紧接着秦军和储军在贫瑜准备决战 秦王嬴政亲自前往影臣独战 项燕率领储军在秦军阵前多次挑战 但是王俭却仰金蓄锐 兼臂自首 避开储军锋芒 一直按兵不动 双方一直这样对峙着 可能是在对峙的奸细 黑夫的弟弟金也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这就是六号母俭 这片家书的下半部分已经残缺 遗留的文字只有两百个左右 经在写这封家书的时候 心情非常急切 这封信的内容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 他说 我尘惶尘苦 请问大哥 母亲的身体还好吧 家里所有的人是否都安好呢 母亲真的没有事吧 我跟着军队和哥哥黑夫在一起 一切都挺好的 紧接着弟弟急切催促家里 寄钱和衣服 他说 希望母亲寄五六百钱 不能有挑好的 至少两丈无耻 我借了战友圆百的钱 但是也已经用光了 再不寄钱来是真的要死了 急急急 金很担心新媳妇和愿 他们都还好吧 新媳妇要尽力照顾好两位老人 金离家遥远 希望大哥帮忙照看愿 让他别去太远的地方砍柴 听说新地城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 这些旧民不太愿意听力 什么什么就为金多多占卜吧 如果补得凶卦 那是因为我在返城之中 不要太过担心了 替金问候一下顾姐姐 姐姐儿子宴都还好吧 新地又来了一群贼寇 大哥千万不要去新地 急急急 信中的内容因为残缺 所以看起来不连贯 书信中的新地 指的是秦国新宫战的地方 金给家里写的书信非常急切 可见弟弟金确实没钱用了 秦楚两军在贫瑜对峙了很久 秦军依然没有交战的迹象 项燕只好率军返回 王俭抓住战机 挑选精兵一路追击 楚军大败 之后王俭蒙武率领秦军主力 继续进攻 一举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寿春 楚王赴楚被秦军俘虏 生死未知 此战之后 楚国大赦已去 但是项燕并没有放弃 他立楚国公子昌平军为新楚王 坚持反抗 到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223年 项燕的残军被王俭蒙武彻底击灭 新历的楚王昌平军也死于战乱 楚国大将项燕在齐南自杀殉国 楚国就此灭亡 黑夫和金参与了这场激烈的秦楚决战 战争结束之后 他们兄弟俩会给家里写信 让母亲打钱吗 1975年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 11号墓中 发现了大量的秦简 有1155枚 这就是著名的云梦秦简 其中四号秦墓之中 在墓主人的图边 发现了秦国士兵黑夫和金的家书 这座秦墓 就是这两兄弟的哥哥 钟的墓穴 哥哥钟在生前或许非常思念两位弟弟 即便死去 也要将他们的家书带在身边 伴随长眠2200多年 家书也只有这两封 黑夫和金可能没有机会写第三封 他们兄弟俩或许在这场大战中战死沙场 或许连尸骨都已经不知所终了 钟的墓穴虽然很朴素 但是已经不是普通人家的规格 很显然 哥哥钟已经获得了两位兄弟正下的爵位 秦国灭楚之战轰轰烈烈 持续了多年 在史书上的记载却非常简略 时间的刻度也是以年为单位 主角的名字也只有我们熟知的几个王侯将相 中国的历史很长 史书也许只够记载这些成名的大将 所谓一将成名万苦苦 这些散落荒野的枯骨其实并不冰冷 这是无数的黑夫和金 他们没钱了会向母亲要 缺少衣服也会让母亲给自己做 也会给哥哥写信问候亲人 也有枝短情长 路边的枯骨不会寂寞 他们有亲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相随千年的思念